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秦庄相亡以立他为太子 嬴政九岁和母亲赵姬被送回了秦国 与父亲团聚 小嬴政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周围没有了战争 没有了歧视欺负他的人 不用再躲躲藏藏 也不用再忍受别人的白眼了 过上了锦衣玉食的日子 可更令他高兴的是 还有一个叫成角的弟弟 原来在一人回到秦国后 不久就又娶了一房侧氏 转年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成角 比嬴政小了三四岁 这两个孩子每天在一起读书玩耍 嬴政和母亲在赵国的六年间 由于战争不受待见 总是受欺负 也没有小朋友在一起玩 回国后有了这个弟弟 兄弟俩两小无猜 在一起玩得非常的开心 成角总是跟着嬴政 政哥哥政哥哥的不离左右 像个小跟屁虫 这一段呢 该是幼年的嬴政最快乐的时光了 可是不久 嬴政的父亲 就是秦庄相王 继位三年之后也死了 于是作为太子的嬴政 继立为秦王 小嬴政当时还只有十三岁 还不太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只记得母后对他说 父王归天了 到天国去了 需要他来做秦国的国王了 于是 在大臣们的拥戴下 尊母亲赵姬为太后 尊奉吕不韦为丞相 并称他为重父 由于嬴政当时还小 所以主要是由 诸位太后及吕不韦等大臣来主政 十三岁的秦王嬴政 他还记得父亲在的时候 对他讲的 秦国王室内 一直流传的秦国将要一统天下的说法 记得父亲告诉自己是神龙出世 他知道自己是富有天命的 在其他同龄孩子还是淘气玩耍的年纪 他每天按时上朝 还认真听着大臣们议论朝政 观看如何应对如何处理 小小的年纪很是上心 没事的时候就会看些史书 关于秦国的大事记载 也经常向大臣们提些问题 讨论天下大事 做了秦王 嬴政和成角之间 由兄弟又增添了一层君臣关系 由于忙于政务 两人之间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一起了 秦王继位第八年的那年 秦王二十岁吧 朝廷大臣们及太后议定 要派成角带兵去攻打赵国 说是要让成角有个杀敌立功的机会 当时成角也就是十六七岁的年纪 可没想到呢 在去赵国的半途中 大军到了屯流的这个地方 成角突然举旗造反了 据报是军中大将樊吴七 说服成角造反 还发表了习文 声讨说嬴政是假秦王 不是秦营血脉 是吕不韦的儿子等等等等 消息传到秦国京城咸阳 秦王知道了 觉得很意外 也很生气 可那个时候 哪有现在这些联络工具啊 打个电话 马上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也问不出什么细节来 当务之急 就是先把这个叛乱平息下去 于是就派了大将去屯流平乱 很快 叛乱被平息了 处死了叛乱的将领 把屯流的百姓迁徙到外地 秦王弟弟成角 却逃到了赵国 赵国把他留了下来 还赐给了他一块封地 叫饶 可那个缩使他叛乱的樊无期 趁着乱 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平乱的将领回来 一一向秦王禀报 吕不韦及众位大臣 都建议秦王向赵国施压 令其交出成角 秦王迎正听了 想了想 看着几位大臣说 不要了 随他去吧 弟兄手足 干嘛要赶尽杀绝呢 吕不韦又劝 说如果不出成角 将来恐怕后患无穷 对秦王的王位总是个威胁 年轻的秦王摆了摆手 说朕的这个王位 如果是上天的旨意 谁也拿不去 如果天意不许 那即使是杀了王帝 上天也还会造出来 一个别的人 朕意已决 随他去吧 无需在意 就是说不要再说这件事了 平时秦王遇事 都是尊重大臣们的意见的 尤其是吕不韦 基本上自己不很坚持 但这回就是这么决断 这一下大臣们都不说话了 春去秋来 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 秦王嬴政年满22岁 按照秦国的规矩 秦王年满22岁 要行成年加冠礼了 加冠礼之后 秦王就要收回 委托给老臣和太后的权利 自己亲政了 也就是真正做国王 执掌大权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有名的落矮之乱 说起这个落矮呢 估计很多人都知道 是秦王母亲赵太后的面首 很多人可能听不懂了 面首是什么呀 面首指的是古代一些皇室贵气的夫人 在丈夫死后自己养的情人 也就是男宠 但落矮却和一般的面首不同 他深受赵太后宠爱 不仅赐给他许多钱财 还给他封了地 落矮还有自己的府邸 甚至还封落矮为侯 落矮不仅有官位 还参与了朝政 赵太后还瞒着秦王和他生了两个儿子 私下里许诺 一旦秦王驾崩 就让落矮的儿子做秦王 这落矮家中同仆就有几千人 据史书记载 当时落矮全市炙熟可热 甚至和吕布韦相抗衡 形成了两大的政治势力 当时这咸阳城中的市民百姓 竟然分成了两大派 一边是旅派 一边是落派 有一次 落矮在后宫玩乐 酗酒赌博 落矮和一个宫中人赌博赌输了 落矮不服输 对方也不让 两人争执了起来 这落矮大怒 指着这个人的鼻子大骂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竟敢和我争 我是当今秦王的贾父 贾父就是干爸爸的意思 那人当时就吓得一声不言语 一溜烟地跑了 跑哪儿去了呢 跑到秦王那儿去了 怎么来怎么去的 说了个仔细 秦王听了不由大怒 本来他早就知道 落矮与母后的瓜葛 但想到母亲年轻手寡 体谅母亲 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的了 哪里知道 这里竟有这样的事 于是开始派人秘密调查 落矮的行踪 到了秦王要加冕的日子 秦王带着全国的大臣 社会名流 王亲国戚 浩浩荡荡到了雍城 雍城是秦国的古都 里面建有许多的宗庙 祖宗设计的宫室 所有的大型祭奠仪式都是在雍城举行的 这次秦王的家冠礼也要在这里举行 就是在雍城的齐年宫 这样一来首都咸阳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老矮就趁着这个时候发起了政变 假借秦王和太后的预袭 号令手下人及宫廷卫士 聚集了一大帮人和他一起造反 直奔雍城齐年宫杀人 秦王这边刚刚加冕受箭 闻训之后毫不慌乱 马上颁布了宫廖令 命令丞相吕不韦和昌平军带大军平乱 很快叛乱平息 老矮被处以车裂之行 所有跟着造反的官员也都一一被砍了头 老矮的门客家人都被流放到了属地 秦王于怒未消 把母亲赵太后 也迁徙到雍城的旧宫殿中软禁起来了 这一来许多大臣就纷纷向秦王劝谏 说秦王不可如此对待母后 此为大不孝 可秦王嬴政因为落矮这件事 本来就对母亲抱着一肚子怨气 心想 你我母子患难相依 在赵国度过战乱 如今就为了一个如此不耻之徒 竟然不顾母子亲情 谋反篡位 甚至要杀朕太过分了 那些劝阻的人 又都只是述说秦王的不是 秦王就更是生气 暴怒之下下令 谁敢为王太后之事再提意见 格杀勿论 在宫外还立了个牌子 下令约 敢以太后是见者 鹿而杀之 要是以我们今天之间 还有哪个敢再来捅这个马蜂窝呀 您还别说 还有 这不就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 此人是谁呢 好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先给您讲到这了 欲知来者是谁 请听下集 秦王改过 听毛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